大家好,我是大雄 英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 未来48小时内,俄罗斯联邦可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也向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发出警告 称他们掌握了极端分子即将袭击包括音乐会在内的莫斯科大型集会的情报 建议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接下来的48小时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 随着俄乌战争的继续,俄罗斯国内局势越来越糟糕 尤其面临俄罗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的报告 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损失了42万人 这相当于42万个俄罗斯家庭陷入了长期灾难 是俄罗斯国内最大不稳定严肃 而且失去丈夫和儿子人一旦想明白了 在乌克兰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 就会采取不同的手段 阻止这场战争的延续 那些还没有被动员的俄罗斯男子 也会做出一些反抗 俄罗斯境内出现袭击事件 也就不难理解了 俄罗斯一直找第三方传达信息 他们想结束这场战争 但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方式 不是从乌克兰撤军 而是占领乌克兰的领土不还 就现在的两军接触线停火 或者是退还一些地理位置 不太重要的战略区 试图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 但乌克兰不会让俄罗斯捡到便宜 战争将会以收复克里米亚 和乌东所有领土而结束 不会拿土地与俄罗斯做交易 3月7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发文说 俄罗斯并不试图恐吓希腊 或任何其他国家 首先我们既没有恐吓希腊 也没有恐吓任何人 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欧洲是不同的 第三帝国也是欧洲 对于这样的纳粹欧洲 我们将永远是敌人 扎罗瓦呼吁弥佐塔基斯 不要背叛希腊抵抗运动的记忆 扎罗瓦是俄粉心中的女神 因为他们都习惯于撒谎 说一些能话 俄罗斯人的袭击爆炸地点 距离乌坎总统和希腊总理 会晤地点只有几百米 而且还造成了五名贫民的死亡 这已经能够证实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为什么要在特定的时间内 发动导弹袭击 飞行人认为俄罗斯军队在阿富迪乌卡 并没有完成克里姆林宫竞选前的政治目标 阿富迪卡周边地区没有被俄军占领 还在近期损失了多架战机 俄军对乌克兰奥德萨的袭击是报复 也是表演给普京看的 俄罗斯总是干一些社会上 地痹流氓干的事 把对乌克兰发动的恐怖袭击 当成了家常便饭 甚至洋洋得意 但他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前线不能达到军事目的 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泄愤 气急败坏的样子 袭击发生后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在会议上说 俄罗斯人的行为比普京的脚本还要低劣 大家都看到了发生的一切 因此更应该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 并强调欧洲支持乌克兰不会减弱 要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 俄罗斯这次发动的袭击 特别提醒人们 乌克兰是多么需要防控武器 希望国会能够尽快的通过援助乌克兰法案 米左塔基斯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欧洲人民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欧盟在黑暗时期表现出的决心让欧盟的敌人感到惊讶 我们应该向克里米林宫传达一个信息 你们不会吓到我们 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 当然 这将在我们的决定中保持完全一致 米左塔基斯介绍 他在奥德萨时情况非常的危险 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躲避 爆炸听起来非常的接近 这是非常令人羡慕 印象深刻的经历 俄罗斯官员梅德维杰夫否认俄罗斯袭击 泽连斯基和米左塔基斯车队的报道 他表示如果俄罗斯选择了目标 那么他们就会被击中 他对昨天俄罗斯导弹没有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失望 他说俄军打击的目标不是泽连斯基的车队 而是奥德萨预计计划的地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见法国政党领导人时表示 俄罗斯人袭击乌克兰没有任何限制 我们支持乌克兰也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乌克兰的盟友为自己设定的限制给了俄罗斯的优势 我们必须表明 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再有限制或红件 法国可能会调动更多的资源 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威胁 马克龙谈到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奥德萨 做基辅推进的风险事成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应该允许莫斯科这样做 既然决定支持了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任何反应都不应害怕 必须阻止他们的侵略行为 梅德维杰夫回应马克龙的讲话 法国在援助乌韩方面不再有红线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对法国不再有红线 对于敌人一切手段都允许 梅德维杰夫只说不会有行动 但马克龙正在行动 马克龙当天与摩尔多瓦签署了印象防务协议 如果摩尔多瓦遭到外部入侵 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 法国将给摩尔多瓦提供保护 尽一切可能帮助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总统桑杜在安保协议 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获胜就不会停止 并将威胁欧洲其他国家 该协议的细节尚不清楚 但双方在9月份初步同意训练摩尔多瓦军队 并进行磋商和共享情报 3月7日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令 将在前线作战的应征士兵转为预备一 让其他部队进行轮换 根据该法令 自乌克兰进入战争状态 而延长服役期限的应征士兵 终于2024年4月至5月转为预备一 该文件还涉及乌克兰应征者的复原 在全面战争爆发后 许多军人没有复原 仍在军中复役 乌克兰最高拉打通过了一项总统提议的动员法案 应征年龄将从27岁降到25岁 服役36个月即可复原 乌克兰此举是为了让每个军人都能得到轮换 让那些连续战斗并服役时间超过36个月的军人复原 让那些没有去前线作战的军人都到前线去参加战斗 这样做有很多的好处 让所有的军人都能够发挥作用 在实践中找出作战经验 为未来的反攻行动囤积军事力量 别看乌克兰方面一直说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 他们拿到西方援助的新一批武器弹药后 F-16战机空中火力的支持 乌军会突然的爆发出惊人的反效力量 此外对所有军人和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乌克兰人 财斯基签署的法令 就是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公平公正 接下来 看俄罗斯是怎样使用军人的 俄罗斯穆夫提阿尔比尔克尔加诺夫宣告 凡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的穆斯林士兵 在摘月期间无需封盖 这鉴于他们所处的位置 以及他们履行的使命 允许军人们跳过摘戒 这不违反反伊斯兰教法 今年的摘月将于3月10日落实开始 一直持续到4月9日 俄兵算是到达没了 俄罗斯为了达到入侵乌克兰的目的 连穆斯林的摘月也能改 说明白了凡是送到前线的人呢 就别想再回去伦修 能够保住命缺零件的算是最好的运气 只要能拿枪战斗 就不能回到俄罗斯 俄罗斯这一招真够狠的 要么缺胳膊少腿 回俄罗斯 要么装进盒子里才能返乡 乌军发布视频 一名想撂挑子的俄军士兵 躲在墙边偷懒 抬头看到无人机后 扔下了武器 乌军无人机操作员 以为他要投降 没想到 这家伙脚底抹油 撒鸭子想跑 结果一枚炸弹下去 他可以被装进盒子里 回俄罗斯了 另一段视频更有趣 几名俄军士兵 试图用树林做掩护 向乌军阵地渗透 其中一名佣兵 被无人机炸弹击中了 过了一会儿后 几名俄军士兵 又回去看队友 是否还活着 确认死亡后 含泪离去 唯一见你笑 你的到来却把我干掉 一名俄军机枪手 经过一阵火力输出后 为机枪装弹药 乌军无人机一直看着他 试图让他表达善意 举手投降 俄军看到后不以为然 认为手中有机枪 就可以对付无人机 当他装完子弹后 又拿起机枪时 无人机对他发起了 自杀式的攻击 只见俄军机抢手 冲着机枪到来的 身上的无人机笑了笑 他的笑啊 出了美妙啊 可以回俄罗斯过摘月了 标题炸 一名胖俄兵 想躲在草丛中偷懒 被乌军无人机发现后啊 自感情况不妙 可能是由于他的体态太胖 没有试图逃跑 但他也没有选择向乌方投降 只见胖俄从腰间掏出了一枚手楼袋 扒掉了保险后 从脖子下面塞进了胸膛 随后很专业的趴在地上 残忍的一幕发生了 手雷把他肚子内的零件 全部炸了出来 希望他的头和腿 还有利用价值 回到俄罗斯换一套肚子里的零件 就没事了 俄军在乌克兰前线 扬象很多呀 我已经看上眼了 各种各样的被去军事化都有 干坏事被揍啊 是最有应得 希望有技术的网友啊 可以做成表情包 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前局长 马洛穆兹表示 俄军试图切断乌军后行不几件 向康斯坦丁诺夫卡 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 方向推进 这三个城镇呢 是俄军的下一阶段的目标 现在敌人正在前线 克服战术方面的问题 俄空间军战机的使用 非常的谨慎啊 只有在决定性的攻击时 才会使用它 乌洛穆兹城 根据乌方的一些情报 俄罗斯飞行员越来越恐惧 他们拒绝直飞 因此啊 当俄军推进需要非常有效的组织时 他们会使用白铃弹 甚至有化学制剂的炮弹 在一定时间内啊和地点 使乌军使兵失去战斗力 所以乌军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 毫无人性的侵略者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得出 乌军的勇敢和他们的技术都远超俄军 同样的武器装备 就算俄罗斯人数超过乌克兰几倍了 俄罗斯也打不赢这场战争 困扰着乌军作战能力的仍然是弹药的紧张 美国的援助至今还没有通过 让乌克兰的抗战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众议院 为对援助乌克兰法案表决进行批评 耶伦说国会未能在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战争中啊 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这是给普京送的礼物 他敦促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接受参议院950亿美元的外援方案 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600亿美元 众议院的所作所为 只不过是送给普京伊朗的最好礼物 自2022年底以来 美国国会未对乌克兰做出任何的援助 白宫和民主党在2023年 共提出了四个援助乌克兰计划 每一次都被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反对 现在说是援助应该与边境安全挂钩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种推托 此前的援助乌克兰计划也没有通过 总能找出一些理由 想拒绝向乌克兰继续援助 在白宫政府提出第四个援助计划后 也就是现在看到950亿美元援助 乌克兰和以色列法案 经过白宫三个月的努力后 与参议院进行达成一项两党协议 但援武法案最终还是在个别共和党 众议院议员和特朗普的反对下 搁浅了 以特朗普为首的一些共和党成员 试图把乌克兰的安全放置一边 他们没有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守信用 只要有利用自己的竞选 削弱拜登的支持率 他们可以像俄罗斯一样毁约 无论以后将发生什么 现在已经给乌克兰造成了严重后果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欧战争专栏也好 做哈以专栏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中道合的朋友传播正义 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这一份打赏 一份暖冷的心意 足以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出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